完之后加这一行就好了 那这一行怎么 比如说我现在要递增好了 递增的话 特别之后 第一个你跟他讲说 你要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所以我们记得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选取起来 那整个选取起来 怎么告诉他全部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游标先放在 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那大家一般习惯用A1 当然你这个不一定放A1 你放A这个B1这些都可以 放任何一个地方 范围里面其中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然后把它全选的话 就有一个属性叫Current 这好像之前有讲过 Current,Regional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范围 Ctrl向右向下的意思 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 或者你用Ctrl向右向下也可以 或者你用Range 然后A1到L2500 其实就等同于 Current,Regional 不过有的时候 你固定范围 将来在撰写程式修改不方便 这个比较弹性大 因为它等同是自动帮你去侦测 所以这个属性一定要记得 那我要针对这个全选之后 做什么呢? 做排序 所以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要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呢? Source 所以你就打一下Source 它是一个方法 因为要排序 等于是一个动作 那Source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空格 它就会告诉你一堆的参数 需要什么 不过其实最重要就两个 一个是你要根据哪一栏 不过通常 第一个 Key1 就是哪一栏的第一个储存格 所以通常我们是给Range A1 意思是说我要根据A A栏排序 就是Range A1 那意思类推 就是如果你是B栏 就Range B1 意思类推 就是哪一栏 就是哪一栏的第一个储存格的意思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要怎么排序 特别注意 你可以打 其实它这边 1的话是递增 2的话是递增 不过你会发现我打1 1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XL ASC 这个ASC ending OK 那底下的话DSC ending 那当然呢 一个是1 一个是2 你打1 这个是递增 或者你打这也可以 或者你打1 1 或者是打刚刚那个都可以 逗点 其实它会跳出来 你递点玩 它也会提示你啊 那我们干脆如果递增就这一个 递减就这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让它什么 变成递增的话 越来越大的话 那就这一个 OK 当然如果因为它现在已经跑完了 如果它是4的话 你可以Ctrl-C Ctrl-G Ctrl-C 然后再Ctrl-G的话 它会跳出什么 它会跳出即时运算式窗 在这个底下 然后把它拉下 因为这个可能宽度 其实就是这个 即时运算式窗 它怎么 它怎么 还是在跑 看一下 Ctrl-G 你可以把那个指定贴上去 这怎么出过来 快掉了吗 没有 它在下面这里 在这里 OK 它可能跑到下面了 这样子 如果我把刚刚那一行 贴到这里 当然你 我们之前有教过 会是按问号 这个是指 就是把里面产生的结果 秀出来 但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要让它执行看看的话 那你直接就不用问号 直接让它run 我们看一下它被递 现在这样是应该是递减 那我现在变递增 按Enter就可以了 Enter 你会发现 它现在马上递减 如果你要递增的话 你就这样 再把它改这边 递点 然后后面的话 它会出现 这个 向上向下 或者你记一二也可以 Enter 递增递减 OK 但是我看一下 刚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 递增 这个是递增 Enter 但是 诶 会有个问题 要再加一个 所以 如果说 最后还有一个 它也没有黑的 所以第三个好像要给 这个如果是递增 我改成递减 然后递点 第三个要给它一下 第三个 应该是黑的 这应该在这里 黑的 所以 它的顺序刚好不在第三个 第四个 它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 黑的这可能要自己打那个参数名称 黑的 黑 这 dr 然后冒号等于 它会出现 就是有没有 上面有没有蓝的名称 你当然记得 你不要让它gas 让它拆拆看 你要怎么 拆拆看有没有 然后我猜错怎么办 一定要是yes 所以我们就是 应该要让它先排回来 再把它加上去 排回来 这个OK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加上去 有没有yes 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改成 这个递点 这边的话就是 刚刚这个地方如果不加这个 就是header 等于 那个yes的话会好像会错 enter看看 这样就有没有 你会发现 加了这个 它这个就保留了 那因为前面这两个参数 是按照顺序 所以前面可以不用加这个名称 那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很后面的那个参数位置 所以你不能不加 你如果像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把这个黑的帽号等于拿掉的话 enter看看会不会成功呢 然后参数无效 有没有看到 所以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说你要了解传什么东西给它 很简单啦 其实我很多东西都不用背了 我都没有特别去背它 我就什么 sort的空一格 它就出来了 那我就参考 另外如果说你对于那个什么 你要该给什么参数不知道 没关系 把它back回来 按F1 它就会有参考 有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 1 2 3 4 5个要怎么传 不过你会发现 它上面写的东西 说你慢慢要看懂的话 那很多 以后你也会用它 即便你完全没有 你看懂就OK了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这个sort的方法 然后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有再加上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面可能还要在